命不是芋头盛产的季节 农委会小编却突然在脸书教大家分辨 哪个是芋头 哪个是有毒的姑婆芋 难道是因为这件事情 时光当年务食姑婆芋画面又不现 吃了一大盘芋头炒芋梗 竟立刻中毒 满口发麻刺痛送医院 全台务食姑婆芋的恐怕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 但小编人费心教大家如何区分芋头和姑婆芋 两种芋头几乎长得一样 只有叶子不一样 芋头叶有绒毛触感 姑婆芋叶子表面光滑 芋头叶是顿形 姑婆叶玉子呈现新型 姑婆芋有毒性 万万不可食用 一旦吃了嘴巴立刻发麻 肿胀还会口齿不清 小编可能是徐国勇部长给他的灵感吧 哪壶不开提哪壶 王好笑说也只有徐国勇会把姑婆芋 当芋头煮来吃 如何分辨徐部长最了解 嘲讽姑婆芋的味道 问勇哥最知道 甚至有人要颁给小编最佳勇气奖 一般人要找到姑婆芋都很不容易 农委会特意宣传 台湾并不是很常见 有人会搞不清楚姑婆芋跟一般芋头的状况 要问问看是不是陈其重 对徐国勇有任何的意见 徐国勇愿意来宣导的话 他以身作者我觉得会更有说服力 农委会小编叫大家分辨姑婆芋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吃了姑婆芋是会中毒的 中毒的结果可能就像徐国勇这样 务实姑婆芋实在不常见 农委会如此背心大力宣导 恐怕先唤醒徐国勇最痛苦的记忆 接着你新鲜菲姐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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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